这部剧自从我解说之后 评论区都在说 这就是2012年的冷门家座 谋杀 而今天他也迎来了结局 上一集我们说到 谋杀18岁少女罗西的所有证据 都指向了未来的市长李基蒙 但警方却不能给他定罪 因为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除非能找到证据将他推翻 于是警探林顿和霍德 就再次对那辆装着罗西尸体的车 展开了一系列的排查对比 最终他们在车子的用油报告上发现 案发当天汽车开进场地时 只剩下了一半的油 但现在却是满满的一整箱 那么汽车肯定在中途加过油 而李基蒙也很可能 被某一处的监控拍了下来 届时他的不在场证明 将会被彻底推翻 于是回到警局的他们 就迅速在地图上 寻找车可能经过的路线 经过不断的比对尝试 他们发现从停车场到渡口 再到赌场 最后返回案发地的探索公园 一来一回也就20公里 可当晚那辆车足足开了120公里 于是林顿大胆猜测 他很可能是从赌场的北面 一路越过市区的边界 绕了整整一圈 再来到探索公园抛尸 而这段路上 只有一家收费站 于是他便立马申请调取监控录像 等待的这段时间 他也没闲着 则是提前赶往 距离收费站最近的加油点 果然他们在加油站 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老板说那天晚上 的确有个黑色交车来过 因为车上的女孩一直在尖叫 所以他印象很深刻 而这个加油站往北3公里 正是罗西被发现的地方 看来罗西当晚就是从这里逃跑的 路上还不断发现 罗西遗留下的血迹 跑丢的鞋子 如果罗西当晚朝着西面跑 很快就会看到附近的居民 那么就不会发生这场惨案了 但一切都晚了 时间也来到了傍晚 林顿再次找到李奇蒙 想给他最后的尊严 让他自己去投案之手 可李奇蒙却瞬间炸了锅 他指责林顿毁了自己的竞选大业 但等他冷静下来后 又说自己没有伤害过罗西 可这一段话 恰好被隔壁的女助理听到了 而他也正是为李奇蒙做不在场证明的人 但现在的他 似乎有一件可怕的事藏在心底 果然在林顿走后 助理找到了他 并说出了那晚的真相 他说李奇蒙当晚出去了很久 早上回来时 全身湿透了 原本他以为没什么大事 所以就为他做了不在场证明 而随后的监控录像截图 再次证明 李奇蒙确实经过了 那所收费站 人证物证都有了 于是警方在李奇蒙竞选市长的演讲结束后 将他逮捕归案 就此一切又恢复到了平静 可最后的最后 一个反转让我彻底疯了 就在林顿踏上飞机 打算享受退休旅行时 他接到了收费站的一通来电 他们说摄像头已经坏了很久了 所以不能提供当晚的监控录像 这一句话让林顿顿时愣住了 收费站的监控坏了 那获得的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就此 毛沙第一季全部结束 想知道凶手到底是谁 敬请期待 毛沙第二季的到来 请期待 请期待